我是老梅 最近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同事突然找到我 梅哥 我觉得咱们公司还是按个监控吧 怎么了 没事按监控干嘛 我怀疑咱们公司有贼 怎么可能 别开玩笑了 真的 我每天放在桌子上的零食 纸 笔 都会被人偷走 哎呀 我说什么事呢 同事之间吃你点零食 用你的笔 你扔茶 你每天在你办公室里面当然不知道了 你到外面工作几天你就知道了 于是为了安抚这位新同事 我决定搬到外面工作几天 毕竟监控器真的太贵了 今天是搬出来的第一天 都已经过去上午了 也没丢什么呀 看来这个女同事太多虑了 可能她刚来公司还不太适应吧 哎呀 重视坏肚子了 我擦 我的抽纸呢 今天刚买的 刚拆棚了 这么快就没了 包装都没给我留下 这也太快了吧 到底谁拿的 她为一个个表情都好像很正常的样子 根本看不出来谁拿的 算了 这是一个抽纸而已 不要因为这种小事 影响我公司同事之间的感情 要是影响是大也太得不偿失了 啊 又有点饿了 辛格我带着零食 飞哥 现在还要面试的 再会一试等你 呃 待会再吃吧 啊 马上来 回头等通知 好 好 走进来 我的牛奶和饼干呢 看着他们一个个一本正经公司的样子 完全看不出来四号的破绽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招生者 算了 算了 一盒饼干而已 作为领导不能因为这种小事 影响了大家的感情 显得我太不打动了 但真的好饿呀 出去吃碗麻辣烫吧 出发键盘呢 这也太夸张了吧 好气啊 但我还是得注意保持微笑 那个 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你现在很严重啊 为了公司复立正确的风气 给辛同志打造一个良好的公司形象 看来一定要杜绝这种 随手顺别人东西的不良行为 于是我决定写一份 这种公司的规章制度 严惩这种顺别人东西的行为 我刚才做了什么 于是我决定还是搬回我的小世界 远离外面的纷争 毕竟 这东西实在是太方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公共场所 请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物 不要给警察随便添麻烦 没嘲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谁买的零食这么难吃 微信微博搜索没嘲讽 每天一条原创搞笑视频 关注一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